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甚至会有些恐慌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想说的话 一张口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下了楼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刚才锁门没 刚放下的东西就忘记放在哪里了 不瞒你说 这很有可能就是老年痴呆的前兆 下面有四个问题 必须在第一时间立刻回答 不能花时间慢慢想 来测一测你的痴呆情况 一 你参加赛跑 追过第二名 你是第几名 二 以1000加上40 再加1000 再加30 再加1000 再加上20 再加上1000 现在加上10 总数是什么 只能在脑中计算 不能使用值与笔或计算器 三 黑人和白人生下的婴儿 牙齿是什么颜色 四 一个哑巴想买牙刷 他模仿刷牙动作 成功向店主表达也完成了购买 现在如果一个瞎子想买一副太阳眼镜 他要如何表达 现在就来揭晓答案了 第一题解答 如果你的回答是第一名 你就错了 你如果追过第二名 你只是取代那人的位置 你是第二名 第二题解答 得到5000是吗 正确的答案是4100 第三题解答 婴儿没有牙齿 第四题解答 他只要张开嘴问即可 他是瞎子 不是哑巴 就这么简单 对四题还蛮灵光的 对三题正常 对两题退化不是重点 粗心才是你的致命伤 对一题有点危险了 对零题老年痴呆初期症状 怎样才能让大脑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迟钝呢 不仅是老年人 许多父母都会第一时间选择核套 来让自己的孩子补脑 核套真的能补脑吗 专家对此说出了大实话 一 大脑喜欢的四种食物 核套并不在其中 核套素有建脑食品的美誉 要想变聪明 多吃核套 这是人们生活中常说的话 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核套中含有丰富的亚麻酸 这种物质能够促进肠胃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EPA和DHA这两种物质是促进婴幼儿 青少年大脑发育的关键物质 前者可以促进大脑和视网膜的正常生长发育 后者能够为神经细胞提供能量 从而达到建脑补脑的效果 从科学角度来看 吃核套确实具有建脑抑制 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 二 大脑最喜欢的四种食物 一 喝咖啡 众所周知 咖啡能够提神醒脑 这是因为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 能够抑制大脑受体的活动 但咖啡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这可不是个玩笑 据法国媒体《20分钟报》报道 法国里尔的研究员研究发现 咖啡因中含有预防老年痴呆的成分 法国里尔大学发布声明称 该校研究员对老鼠进行了实验 实验表明咖啡因中含有预防阿尔兹海默病及老年痴呆的成分 平时适当地喝一点咖啡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大脑衰老 咖啡具有抗炎功效 能够有效地防止糖尿病 抑郁症 中风等情况出现 多项研究表明 喝咖啡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大脑的衰老 在预防老年痴呆方面有不错的功效 平时可以喝一点 二 鸡蛋 鸡蛋近几年来备受养生人士的喜爱 很多老年人养成了每天早上吃一个水煮蛋的习惯 鸡蛋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类单类食物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 钙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能够为肌体提供足够的营养 为大脑神经细胞提供能量 鸡蛋中含有的卵磷脂 甘油三脂和胆固醇 能够被肌体进行快速吸收 鸡蛋的蛋白质 氨基酸结构 与肌体氨基酸结构有着类似之处 能够很好地被身体利用起来 从而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 增强身体素质 鸡蛋中的卵黄素这种物质进入人体后 主要作用于大脑神经 维持大脑神经的发育 无论是青少年 成年人还是老年人 坚持每天吃一到两个水煮蛋 能够为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 维持肌体的正常运转 从而达到建脑补脑的作用 提高大脑记忆力和注意力 3. 猕猴桃 猕猴桃被称为维C之王 也被称为营养的金矿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以及其他营养物质 根据相关研究发现 每100克猕猴桃中的维生素C含量 约为100到420毫升 此外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糖分 脂肪 钙 磷 铁等矿物质 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能够起到清热降火 建脑抑制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猕猴桃中间的带子部分 尽量不要多吃 不容易被肠胃消化利用 四 鱼肉 近几年来鱼肉在养生人士的餐桌上 也越来越常见 也是促进智力发育 健脑抑制的首选食物 鱼肉中含有十分丰富的卵磷脂 是人大脑中枢神经地质的重要营养来源 常吃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 思维和分析能力 控制大脑细胞的退化 具有健脑抑制的作用 鱼肉还是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来源之一 其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大脑和眼睛的正常发育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五 菠菜 菠菜属于常见的绿叶蔬菜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它也是健脑抑制的食物 其中健脑抑制提供的主要营养成分 是维生素A和叶酸 以及少量的维生素C和铁元素 营养价值比较高 菠菜入口比较清香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吃 可以与很多食物搭配在一起吃 烹饪方法多种多样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菠菜一定不能和豆腐放在一起吃 容易影响机体对钙质的吸收 三 养护大脑 牢记这三点获助大脑健康 一 保证优质的睡眠 睡眠质量好 睡眠时间充足 身体得到足够的休息 可以更好的工作学习 睡眠质量好的思维逻辑能力清晰 记忆力强大 长期睡眠不足 容易精神萎靡不振 头昏脑胀 记忆力低下 所以要想变得更聪明 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 二 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新鲜的空气令人感觉心旷神移 更好的调动大脑的思维能力 记忆力也有所增强 三 多运动 锻炼运动可以促进大脑神经的正常运行 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 增强记忆力 建议各位老年朋友 每天清晨及傍晚 都在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或快走一小时左右 根据身体适应程度调整时间长短 或者练习太极拳 八段井等 有利于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刺激脑细胞 延缓神经细胞退化进程 有效预防老年痴呆 或者可以在手掌里转小铁球或核桃 一手握两个核桃 换位置转动 或将核桃置于手指之间 使其来回转动 这是一种很好的刺激经络穴位的方式 还可刺激大脑皮质神经 促进血液良好循环 延缓脑神经细胞老化 最后提醒大家 在运动时需要注意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 选择合适的衣服和运动鞋 大脑是人体的指挥官 也是最需要保护的一个器官 老年人如果不注重补脑建脑 很有可能导致大脑过早出现退行性变化 提高患老年痴呆的几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